那么好 还有一个 就是条件渲染 就是我们如何做条件渲染 条件渲染 就是原来我们的view里边 我们入那个vif对吧 我们就是说某些 看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让他去显示 不满足某些条件的话 我们就不显示 那么在这里边 我怎么操纵这事 把这个考过去 条件渲染呢 这里他没有用任何的那什么 他其实用了一个 我们在js里原来用的一个 比较古老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 其实可读性会变差 但是来讲 虽然可读性会变差 但是这是这里边 就是react里面约定俗成的一个办法 所以大家这么用就得了 比如说我在这 先做了一个这样的app 然后我let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开关 我设定了一个开关 第一个呢 开关的叫ce 然后我让他等于处 letcr 然后等于false 那么很明确 就是谁跟ce凑的一块 谁就能显示 谁跟cell凑的一块 谁就显示不了 能理解吧 那么底下reactdom .render 好 这中间加一个号 底下是odiv 好吧 上面来讲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能有多个 所以我先拿div 把它 把它扩好 放div 好 我拿div 我把它扩好以后呢 那么底下来讲是第一个 我们正常来讲 这是一个h4 杠h4 这个地方我给他显一个叫能显示 好 这个地方如果要让他能显示 那我开关 让怎么去控制 首先正常来讲的话 首先我们在里边要把它写成一个 就刚才我们说过一个 比如这么一个表达式 比如light c3 比如他等于ce endend 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他后面有一个表达式 比如hello 这个东西 他最后c3会等于什么 我们问一个问题 c3会等于什么 是会等于tru和fault吗 不是 你真正可以console一下 你看个c3 出来会是什么 c3是hello 为什么c3是hello呢 因为这是涉及到javascript里边 他去操作这个东西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东西前面如果是一个tru的话 然后在end这种符号的情况下 他就直接把后边这项返回 就完了 他就不管你是什么了 如果这项是false的话 那么直接就什么都不做 就返回一个空 啥都没有 能理解吧 所以在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这现在是 现在写的是个hello 如果这底下写个s 这么个东西 你看看它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这说一点啊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react的那个 这个element 你看它整个这是一个object 它里面这是type 也就是它其实不是个html 它是一个react里面能够处理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来讲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它就是把这个给反过来 所以在这我们怎么操作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写进就行了 而且你光写这个 这不成 你光写这个 你看一下它是什么后果 看见了 它给你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办 要加大括号对吧 它必须把它当做一段 javascript来处理 它处理以后 这个地方就 就对了 对吧 那么当然 那么对于cr 我们也能做类似的这个事情 我们拷贝一下 那cr的force 它肯定就显示不出来啊 这叫显示不出来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好 这个事情出不来的吧 那么其实来讲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用 你除了这个式子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用 哪个式子呢 就是我把ce放在这 然后问他 他是个啥 那如果是 比如说 h4 那么 h4 那么就是 叫当前是处 对吧 那么冒号 h4 h4 杠 h4 这叫当前是false 看到吗 所以在这里边 条件渲染 怎么做 就用这个方法做 把它记住就行 这个 我在最早讲 那个 true或者false 而且 在那个 兼容性问题的时候 呃 就是 event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 呃 应该是冒泡吧 对 事件的冒泡 事件的冒泡里面 我们也讲过 就是你处理 IE和非IE 的区别的时候 你要写两段代码 让那个代码 都能在IE和非IE上 都能work 就是在没有 阿甲克斯以前 呃 处理event 冒泡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当时 用过那个 就是event 那个货 我当时用的是货 不是雨 那么这里面呢 用的就是雨 意思是一样的 OK 大家对这块要了解 对这块要了解